為在台南市安南區的家庭療寶安宮 建廟到現在已經有百多年歷史 廟內有一個建廟到現在的市場 就是三檔基盤一次的揮工科 以中頭上訓練的頌鋼來出營 廟金順正收藥渡水料後的大檔的廟內 選定及時到揮工到達上照 既求學金平安全正無受火災委託 三檔基盤一齣的揮工科 是安南區的家庭療寶安金 建廟基金維持的傳統市場 揮工科學工在地松岡金結合 生亡無分農油 集結團神 設計時封路 在三揮工的東岡鋼圍上 由豪爺負心地松岡金生亡 起起凌駕 將三揮工到鹹水客賓 全村金會一頓 為什麼會火王 有這個火王呢 因為之前在古時候 這邊都是那個草屋 所以常常火災 所以他 那當地的人也就 弄一個人來請火王 然後再送火王 後就平順了 起金鳥 本來比一般五六年起廟 起初是摩操 所蓋的草寮 為撇冕開燒 起廟一初 費用王子就一定存在 根據本來文憲記錄 最早的費用科 可以追溯到1932年 農曆三月十六號 最特別的就是那個火王科 因為火王科我們也有資產 我們這個是資產文化的 它很特別的就是 三年一次的火王科 我們這邊沒有再做交的 為了風雄大陸說 北京豪新的滋壁進行 上火王欽會一段時間 去動環境保護 鼓王十五月的風災理念 這個民宿不然建政 台港地区 九六的發展歷史 凝固台港十六條的 鄉新落 略行 現代 風災 光燃 瘦激合 記者尊合 南区 蔡鳳伯德 然後